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这里是阿尔科技 今天我们来修一台华硕的ROG游戏手机 据说这个手机叫什么败家之眼 这个机制客人发过来的时候是说掉电非常的快 然后手机摄像头的部分比较的烫 然后它也拿到别的地方去检测过 那边可能给出的答案也是主板问题 然后可能没有修 然后发到我们这边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把它拆掉 然后用电源表给它夹电 然后看它主板到底有没有漏电 好 我们先给它夹上电 正极接正极 负极接负极 我们试一下 夹电就漏电260毫 这个电漏的是非常的大 难怪它漏电非常快 我们再看一遍 正极对正极 负极对负极 260毫 这个主板属于严重漏电 刚才我们夹电了 这个主板确实是有严重的漏电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个主板给拆掉 然后看看它到底哪里发烫 然后我们去寻找问题 好 我们再来夹电试一下 然后我去感受一下哪个地方烫 然后烫出来的地方我用显微镜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还是一样 我们先把负极接地 然后正极接正极 200多的漏电 来感受一下 看哪里有烫 这里很烫 这个罩子底下非常的烫 哇 这边 就这里面 我们先把这里松枪熏上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罩子里面 然后背面不知道有没有东西 背面可能还有一个芯片 我们把两面都熏上 因为这个地方正好在摄像头的位置 所以客人说摄像头这个位置烫 先熏上这个松枪 当然可能是在这个罩子里面 我这样熏上看看能不能探出来 背面也有一个芯片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边也有个小芯片 因为我刚才碰了一下不要烫 我就 不想再去碰了 怕这个 手到时候烫个水泡出来就不好 这个应该是个NFC 好 然后我们再夹电试一下 看有没有烫出来 这边没有 我翻过来看一下 看到吗 非常的明显 放显微笑面看一下 就是这个芯片损坏导致了 这个芯片明显烫出来 刚才我们熏上松枪以后 这个NFC供电的芯片 就很明显的烫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先把这个芯片拿掉 然后再夹电试一下 别挤 等下到500度 OK 我们刷干净 夹电再试一下 好 我们再夹电试一下 还是一样 负极接负极 正极接正极 没有了 1毫安的电流是正常的 我们所有的机型再夹上去都会有1毫安的电流 好 那么就正常了 当我把这个NFC的供电芯片拿掉以后 它就正常了 也不漏电了 但是因为它这个机子非常的冷 然后我又没有备这个芯片 所以说可能我要去这个电子市场去讨一讨 去买一买 因为我刚刚搜了很多地方 然后也没有找到这个芯片 所以接下来我要去买到这个芯片 才能给它装上 那么装的话也就是一个常规的操作 那这边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好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